計程車停在路口準備左轉 一輛機車執行而來 車速相當快 雙方誰也沒停下 騎士連人帶車撞了上去 整個人飛到小黃引擎蓋上 騎士抱著肚子忍痛 自己爬下車 不時爬在地上找東西 怒急撞擊瞬間的民眾 相當傻眼 機車車頭幾乎全毀 零件散落一地 受傷的機車騎士 一直嘗試想要站起來 路過民眾趕緊上前幫忙 勸他不要亂動 這起車禍就發生在 新北市中和區 永安市場捷運站旁中和路上 22歲張信機車騎士 緊急送醫後 全身多處擦傷 胸口疑似骨折 雖然沒有生命危險 但需留院觀察 那雙方駕駛人 九車子為零 重機車 他的前車頭 應該就是受損蠻嚴重的 那計程車是 右側的那個保險桿的部分 有受損 再看一次 這驚悚一瞬間 撞擊力道可說是相當大 加上騎士 當時安全帽也整個噴飛 硬生生撞上擋風玻璃 意識卻還相當清醒 真的可說是 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記者宋軍 陳芷芳新北市報導